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羊蝎子火锅的做法 这是今天在市场刚买到的三根羊蝎子 羊蝎子这个部位就是羊的鸡骨 羊蝎子火锅这道美食 在北方的冬天是特别火爆的一个菜品 选用专业的砍刀把羊蝎子砍成块 如果是家庭制作 在买羊蝎子时让商家帮忙做好 因为在家里做制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鸡骨这一块骨头比较硬 羊蝎子这个部位的肉属于铁骨肉 如果是吃肉,大家都知道铁骨肉最香 所以在北方的冬天 羊蝎子火锅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羊蝎子做好以后 下面切点葱段和姜片 把三根大葱切成葱段 生姜四块,顶刀切成姜片 葱姜切好以后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料 小茴香15克 香叶3克 档身8根 桂皮15克 白纸15克 然后取一香料包 把所有的香料装进香料包中 这个香料包炖羊蝎子火锅可以连续使用两次 羊蝎子炖熟以后把香料包捞出 然后自然放凉以后放进冰箱保存 下次炖羊蝎子时还可以再使用一次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冷水下入剁好的羊蝎子 下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随着水温不断的升高 水的表面会产生浮沫 这些浮沫是羊肉的血水和杂质 水开锅以后撇净浮沫 飞水五分钟把羊蝎子捞出 如果水面的浮沫不撇出 这些浮沫会粘连在羊蝎子肉上 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姜片炒香 采用中小火慢慢把姜片炒至变色 然后下入葱段一块炒至 继续采用中小火慢慢把葱段也炒至变色 把葱姜完全炒至变色炒香以后 加入红油豆白酱100克炒出香味 一定要炒出红油豆白酱的红油 如果有不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红油豆白酱 加入甜面酱400克 炒出甜面酱的酱香味 烹入一品鲜酱油200克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羊骨头汤 用勺子搅动时锅中的调入料和汤融合在一起 把羊蝎子倒入锅中 下入老抽30克调色 下入料酒200克 加入精盐20克胡椒粉5克 下入包好的香料包 将两包用勺子压入汤中煮至 开锅以后转小火慢慢炖至80分钟左右 把羊蝎子的肉质炖至软烂脱骨即可装排 搭配上自己喜爱的蔬菜即可享用这道羊蝎子火锅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